今天分享廣東人喝早茶或宵夜都很喜歡點的乾炒牛河 有鍋氣又好吃 即是吃了幾十年都未吃驗 輕鬆吃完一大盒 牛肉切薄一點 還未飾驗牛肉記得看先走 這裏是三兩牛肉 三粉水用了一茶匙三粉三茶匙水 再半茶匙生抽少少胡椒粉 一茶匙花生油將它炸均勻 如果買的部位比較硬 可以放食用小梳打 千萬不要太多 少少就可以 如果放太多牛肉會爛掉 沒有牛肉味 拿到起膠落多些花生油將它封住 醃出來的牛肉就像大排檔一樣滑 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絲河粉 這樣炒出來才不會一九九 用鐵鍋炒就夠鍋起 但一定要將鍋燒熱 燒到起煙再下油和牛肉 用大火兜到七八成熟 見到鑽色出水就將它裝起來 粉和牛肉分開炒 牛肉才不會太老 不需要洗鍋 將洋蔥為豆芽炒香 炒至脫生就將它裝起來 將鍋頭洗乾淨 我們現在開始炒粉 同樣是醃鍋涼油就不會黏鍋 下粉後不要緊炒 用筷子將河粉攤開一點 將它煎香 怕黏鍋再加多一點油 將鍋頭轉轉再反轉另一面 這樣煎到兩邊甘香又不會黏底 這時開始調味 一斤粉落兩茶匙生抽 半茶匙老抽上色 將雞精或鬆龍精提鮮 然後不斷地將鍋子均勻 鍋到上色均勻後 將配菜和牛肉倒進去 迷人的衝斷都必不可笑 再不停拋多幾夜 一個正到爆油的鍋氣 乾炒牛河就大功高興 牛肉吃起來嫩滑又不搽 河粉爽滑得來 一條都未斷 賞色又均勻 即是睡著了 聞到乾炒牛河的香味都會彈起來 出街吃不到乾炒牛河的朋友 就嘎嘎嘎嘎嘎 我是笑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過讚 吃順 Gavin 一個 吃 吃 吃